大家好,我是日本家的妹讲 这一期视频呢,我来到了大阪市的筑籍区 来看我身后这个新建成的一户建 这个一户建的土地面积呢,有约89平方米 内部的格局呢,是一个三居室 使用面积呢,有101平方米 它门前呢,是有一个两台车的停车位 这边是可以停一台,另一台在这边 它目前的售价呢,是4490万日元 那现在我们话不多说,借你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进来之后呢,这边是一个四色方方的玄关 这个玄关啊,真的是蛮宽敞的 我身后呢,是一个步入的式的收纳柜 收纳柜的这边啊,非常贴心的放了一个挂衣服的位置 那这样我们的大衣呢,就可以挂在这边 这个右手边呢,是一个从上至下的鞋柜 那这样一家三口的鞋子啊,是完全够放的 从玄关上来之后呢,左手边是通往我们二楼的一个楼梯 右手边是一个卫生间和我们一楼的一间卧室 那我们先看一下一楼的卧室,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一楼这间房间呢,虽然采光呢,不是很好 但我们的面积还是蛮大的 它有一个七铁的面积 右手边呢,还有一个步入场开市的衣帽间 那这个格局啊,我还是很喜欢的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一楼的这个卫生间 我们温水做边的冲水马桶 现在一起上二楼看一下,二楼是什么样子的吧 二楼的楼梯上来之后呢,正对的是卫生间的部分 它和一楼呢,是完全一样的 来到二楼的客餐厅部分呢,进来的整体格局啊 以及这个家居的摆放和配色 让我感觉起来是非常温馨的 那这个二楼的面积呢,有15.7帖 我左手边就是我们的客厅的位置 而且我们的这个左手边呢 还为我们设计了一个电视背景墙 那这个地方呢,还预留了一个小的珠柜 那我们客餐厅呢,它的主采光呢 是一个朝正南向的 如果是晴天的话,采光是应该是很不错的 最近大家通过视频呢,已经看到了 这个房子从客厅的这个上方啊 是一个吹拔设计 我们可以从三楼的位置 可以看到客厅的这个地方 所以它的开阔感还是很不错的 餐厅的这个身后呢 和我们上期看的视频一样 这个地方为我们预留了一个办公 以及学习的地方 那这现在这种设计啊 是比较时尚,比较流行的 厨房的这个地方的配色呢 采用的是一个原木风 和我们的餐桌呢,是可以相互应的 所以看起来是比较温暖 比较温馨的一个感觉 那这次我们身后的置物柜呢 是为我们预留好的 我个人呢,比较喜欢这种已经预留好的 这样可以避免了我们的选择困难症 无防身后这个推拉门呢 是我们的洗漱部分 那这边呢依旧是一个老朋友 我们三面镜后收纳的一个洗面台 颜色呢是纯白色的 看起来是非常干净的 右手边呢是一个洗衣机放置盘 这次我们的阳台预留呢 没有在我们的客厅方向 而是在我们的这个洗漱区 这样我们洗好的衣服 就可以直接拿到外面去晾晒啦 面墙的身后呢 就是我们的浴室部分 而且我的右手边啊 有一个小的置物柜 我们可以放一些洗漱用品 以及浴巾之类的 浴室的地方呢也是一个纯白色的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干净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浅色调的设计 如果楼梯上了三楼这个地方 我第一下就发现了这里 设计是非常蛮有意思的 地面的这个地方铺的是榻榻米 那这个地方我们平常可以用作来休息 或者小朋友来玩耍 不过我们这个地方虽然看起来美观 如果小朋友玩耍的话呢 它可能具有一些安全隐患 那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些防范在这里 这边呢是中间的第二间房间 虽然面积不大只有5.2T 不过我们的采光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我的身后呢 配置了一个小巷的布鲁室收纳 这边呢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房间了 这个房间的面积呢 与刚刚那间是一样的 有5.2T 不过朝向呢是朝北向的 附带了一个小的阳台 我身后这个收纳间呢 比刚刚的收纳间也稍微大了一些 这个房子的内部呢 我们看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那这个房子目前的售价呢 是4490万日元 它租金的车站呢 是南海车站的泽厅 徒步7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那这样的一个小房子 你是否喜欢它 如果喜欢的话就在联系我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